巴黎島一家對聽障者友善的餐廳 不僅員工 禁用一半的龍人 也特別在二樓有一個開放的場地 到了夜晚 成為龍人表演團體的展演舞台 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社會大眾更認識龍人文化 在巴黎島的南部 這個餐飲集團旗下有四家餐廳 值得一提的是 這裡禁用了超過百分之五十的龍人 而且在餐廳裡面 可以看到後面這裡 有彩虹旗的顏色 表示同時也支持LGBTQ的朋友 來這裡工作 除了營造多元友善的環境 這裡還有一大特色是提供龍人團體 及LGBTQ族群一個展現自己的空間 都是龍人如何配合音樂演出 媒體即將揭曉 小小的場地已經高峰滿座 有餐廳的客人 也有龍人朋友特地來觀賞 這是首語的歡呼 大家一起來歡呼 身穿華麗的服飾 跟隨傳統音樂舞動 身段曼妙 尤其是眼神以及手部動作 隨著節拍靈活擺動 巴厘島的環境 有一群人在努力改變著 希望天然社會可以變得更包容 而未除北部山區的龍人村 則是被國際熟知的同時 也保留住自己的文化特色 這個基礎來自於整個村子的居民 能夠互相包容 龍人也能夠很好地接納自己 這樣的態度或許是很多苦難 與衝突的解放 記者歐佩軍羅盛達 印尼巴厘島採訪報導